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然后今天就不露脸了 首先从这个小袋子里开始说吧 这个袋子是粉红色的 因为我很喜欢粉红色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袋子留起来了 然后这个袋子里面装的就是我的一些眼影盘们 其实我的眼影盘并不是很多 装了一个这个Anastasia他们家的文艺复兴盘 然后一个Two Faced他们家的一个陶子盘 还有这个Urban Decay他们家的这个Naked 3 这个是我超级超级喜欢的 啊 掉了 这个是我超级超级喜欢的一盘眼影盘 因为我觉得它实在太好看了 因为我比较适合画那种粉红色的眼妆 然后就是长这个样子的眼影盘 超喜欢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Urban Decay他们家的这个Hate盘 但是呢我不太会画这一盘了 因为我就是有点so tan 然后这一盘我就不太会画 我就一直就当一个收藏吧 然后我就把它们都放进去 好 然后呢这个后面我先拿走它 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小东西 然后有三个小东西 一个是这个 我曾经觉得很好用的这个Glam Girl 他们家这个紫色的这个提拉面膜 是可以紧致的 我之前还用完过一半 一瓶 对 但是这一瓶只剩一半了 然后我一直没有用 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好用啊 所以说我就一直闲置了 这个 这个是一个药膏 就是如果你脖子或者是 腰啊哪里不舒服 肌肉哪里不舒服 就可以去擦一下这个药膏 然后这个药膏是破火口味的 特别特别爽 就是擦在身上冰冰凉凉的 然后这个是我在一个按摩店里面买的 就不知道外面有没有卖的 然后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用 还有一个是芦荟胶 芦荟胶呢就是做那个 New Face的时候用的 然后就放在这个后面 这些都一般都是那种 比较冷门的东西 就是我不经常用的 我就会放到后面 然后呢就是这些小样 斯芦�lan要的这些sample 然后试一试 如果好用我会买正妆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出去旅行的时候的 一个粉底液 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里面 当时出去旅行 然后没有用完就一直 也不叫旅行 就出去外出对 然后没有用完 我就一直放这个里面 这个是在Muji买的 这个小面霜的这个小瓶子 然后呢是我最近用的一个 这个面膜 是Doctor Brand这个面膜 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面 有跟你们分享过 这个面膜超级超级好用 就特别特别保湿 用完以后 那个脸油油的 但不是那种你不喜欢的油 是很舒服的油 然后呢很好用这个东西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最上面了 这个上面呢 我就放的是一些 蟹脸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的Face Shop 他们家这个蟹脸的 也是在我视频里面 出现过很多次的 然后呢是一些化妆棉呀 卸妆棉什么的 这个就是二分之一 省水化妆棉啦 就是家中常备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在无印良品买的 这个亚克力的这个小盒子 然后放的呢 就是一个卡片 是斯芙兰买香水的时候 送的这种明信片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 我就放了 然后这里面就放了 我的化妆棉们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像饭盒的一个东西呢 也是放了一些闲置的东西 就不是很经常用的东西 刚才出现了点状况 它从这个上面掉了下去 然后呢 我现在给你打开一下 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呢 就装的是一些 不经常用的东西 还有一些团货 除了这个以外啊 这个香奈儿粉妆 是我的超级喜欢的东西 然后呢 它只是一直就是 放这个里面嘛 没有地方放外面 然后这就是闲置了 Nyx的这个眼影盘 然后这个也是闲置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不知道 一个日本的眼影盘 然后这个 就是春天的时候 才会用的这个盘 就是春夏会用 然后现在这个 还是冬天那种 就不用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一些 闲置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东西 是我大一的时候 最喜欢的一盘 就是那种 高光啊 修容盘 这个Ubam Decay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现在也给它闲置了 就这样一盘 你看我都用成这样了 但是我把它闲置了 这个其实蛮好看的 但是现在有点不太喜欢用了 估计年龄增长 然后小马哥 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是送的 到时候可以给我妈用 然后这个也是送的 好 就这乱七八糟的 好 这个就已经给你们说完了 然后这个贴纸 我特别特别喜欢 是在Canadian Tire买的 是不是很搞笑 这种贴纸 在Canadian Tire 居然有买 就是那种iPhone里面 那种emoji的那种贴纸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有三个 这个亚克力的小盒子 其实我的化妆品 跟别的博主相比 算是很少的了 我这三个 那个亚克力的盒子 几乎覆盖到了 我的所有的 化眼妆啊 修容啊 高光的东西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 拿下来给你们说吧 首先呢 我们来说 这个最高的 第一层的 这个亚克力的盒子里面 给你们看看有什么 就一个Dior他们家的 这个腮红 这个也是 诗心风买的啦 用完以后觉得 就是那个变色腮红 觉得我的脸不太适合 因为有点太 太那个红了 然后Bobby Brown 他们家的这个 这什么来着 眼线膏 对吧 眼线胶 对对对 这个是也是 以前小时候买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麦克他们家的 这个两个眼影 一个是这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颜色 一个是粉红色 一个是白色的 这种珠光 这也是小时候买的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这个 修容 是Revalon 他们家的这个修容 这个修容 也是小时候买的 我小时候买过 很多匪夷所思的东西 这个是看一个博主 台湾那个博主 说用这个可以修成混血儿 但是我并没有修成混血儿 好 接下来呢 是去年买的这个 Nyx他们家的这个修容盘 我超喜欢的 我一直在用 好 接下来呢 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那个 梅爆莲 他们家的这个 Burgundy Bar 之前也做过抽奖 这个颜色 真的是性价比 特别特别高 然后颜色 显色都爆表 然后饱和度 特别特别高 然后就是些 这些修容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放在第一层 其实我还想买 几个这个亚克力的 这个亚克力的 这个盒子 我是在沃尔买买的 跟你们说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层有一个 麦克他们家的 这个人鱼鸡 我买了一个 人鱼鸡粉 然后是一大罐的 我就放一点点 在这个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 Rammon他们家的 一个睫毛 这是什么来着 眼线胶 对对对 这也是很早很早 以前买的了 一直都没用 然后这个是麦克 他们家高光 然后是一个 TUFACE 他们家的这个 桃子盘 Jazz Peach 这个盘子 好 接下来呢 这一半 这边应该都是眼影们了 对这都是单色眼影 然后这个颜色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是麦克 他们家这个 粉色的眼影 然后我会把这个 色号打在下面 这个眼影 我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叫 Last Dance 这个颜色吧 就是比较亮亮的 那种可以打卧蚕的 然后它特别特别的闪亮 好 这Focus到了吧 这个颜色也蛮好看的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个Nicks 他们家的这个 单色眼影 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 这个是麦克 我经常看着那个 录着视频 然后就不知道 它是什么 其实它有写MAC 但是我当时 看着它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它 它是啥 哎呦掉了 好 这个是一个单色眼影 是Expansive Pink 这个颜色也超好看 就这种 然后是偏橘的 那种粉红色 然后还有一个 是资深堂 他们家这个眼影膏 也是粉红色的 因为我特别特别 喜欢粉红色的眼影 我觉得粉红色的眼影 在我的眼睛上 会比较好看 然后接下来 这就是小时候买的了 就不跟你们说了 就很早以前买的 其实都可以给它丢掉了 好 最近买的这两盆 那个眼影 之前在视频里 你们跟你说过 是我的最爱啦 最近的 好 第一层结束 然后我们现在 拿第二层的东西 其实我都是 算是归类 就是把它们 归整的比较好的了 就是 每类的产品 都在一起 这一盘 这一层呢 就都是修容们了 就是我的一些修容 就是什么 Milani啊 什么 这个是 Essence 他们家修容 Mac的修容 然后 这个是Nix的修容 这个是 Chenby的修容 然后这个是 The Face Shop 这个修容 这个修容也是 石新峰买的 买了以后 几乎都没用过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 Chenmake的修容 不喜欢 太红了 然后蒲公英粉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还有一个是 NAS的修容 NAS修容是 小样送的 好 接下来呢 这一边 就是我最喜欢的 Section 就是高光门了 Fenty Beauty的 这个高光 之前在视频里 说过特别喜欢 然后Becca的高光 Becca的高光 还有是 这个Mac的高光 也是我最喜欢的 Double Glanding颜色 然后Dior的高光 然后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PK107了 也是闲置 没有用了 然后这个是 Chenmake高光 好 最后一层 最后一层 是这个 这个也是 诗心风买的 这个什么 TBS 他们家的 这个粉色的 这个眼影 这个不是很好用啊 我觉得 好 接下来呢 是Nicks 他们家的 这个眼影棒 这个也是 诗心风买的 它巨闪巨闪 但是也就是 小时候诗心风买的 然后两盘 这个Huda Beauty 他们家的 这个眼影盘 这个真的是 如果没有买的宝宝们 我觉得你们 赶紧去买这个吧 因为我觉得 实在实在 太好看了 就是又便宜 又好看 又实用 这两盘我都收了 好 然后呢 是一个 这个是 Pony Effect 他们家的这个 眼影 这个眼影打开 给你们看一下 我也蛮喜欢的 打开呢 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眼影 我蛮喜欢的 然后这样 用相机看 它好丑啊 但是实际 它很好看 如果你比较喜欢 自然的那种 颜色呢 自然的眼影呢 这一盘超好看 然后画上去 就整个装的 特别特别干净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 Wiz Art 他们家的这个 呃 眼影是粉红色的 然后里面 这个是K 他们家的眼影了 就不拿出来了 这里的盒子 拿出来以后 就有一些 这些东西 然后顺便 也给你们说一说吧 有一个这个 小花眼药水的 这个 呃 蟹 就是什么 蟹眼液 对 这个蟹眼液 超级超级好用 就是如果你眼睛 比较爱进毛啊 或者是有的时候 进一些 有的没的东西吧 你就一定要去 买这个蟹眼液 它都可以给你洗出来 我之前就是 眼睛进了一个 一个毛 然后一直不出来 然后当时我没有 买这个蟹眼液 我就去那个外面 去要医生给我弄的 然后医生弄的 特别特别疼 还打麻 还那个擦麻药 在眼睛上 然后呢 我就买了这个以后 我就是有的时候 眼睛里面进些东西 我就用它洗 洗得特别特别干净 这个超推荐 然后我也不多说了 好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 不行我还要说一下 就是如果没有用蟹眼液 真的一定要去买个蟹眼液 因为咱们经常化妆嘛 然后眼睛里面 就有一些那个残留的 那个粉 就是那个眼影粉嘛 这种眼影粉 你都可以把它洗出来 然后你用那个 iPhone的那个手电筒一照 你会发现 你有很多很多 bling bling的东西洗出来 好 这个呢 是一个出去玩 会带着这个海绵 就是只要出去玩 就拿一片海绵 就是这个化妆棉 然后这个是 也是小时候买的这个 大家都说好用的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面霜 然后我觉得 蛮那个敏感 哦不 蛮抗敏感的 就是一个 无功无过的东西吧 对于我来说 这个面霜 然后买了一大罐 反正应该是有500毫升吧 然后现在几乎 100毫升都没用掉 就用了10毫升 然后就囤着的囤着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舍得丢的这个 这个一个空盒子 是NAS他们家的 然后有一个 是我闺蜜送我的 一个生日礼物 这一个手镯 然后这些里面 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去黑头的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 这就是这个 然后现在呢 给你们说一下 这一盒子东西有什么 好 这一盒呢 也就是眼影霉呀 修容们了 这个是南瓜盘 Zoiva他们家的南瓜盘 然后我的 Tom Ford的眼影 然后 姬身堂的 高光修容组 这个高光修容组 也挺好的 里面有PKE 还是什么 WT01吧 这个东西 还挺好用 不是说已经绝版了吗 不知道 然后两盘 这个 Maybelline他们家的 这个眼影 一个是这个颜色 然后还有一个 是这个颜色 还有一盘 Tom Ford的眼影 然后也是 Maybelline的眼影 然后NARS 他们家的这个盘 这个盘 Wanted Palette 我超级超级喜欢 好 其实我的化妆品 是不是不是很多 就是 每个都只有一点点 好 接下来呢 是这个 这个是Milani 他们家修容 这个修容 也是超级超级显色 特别害怕 然后呢 这个Bronzer 是Physicians Formula 他们家超推荐 特别好用 然后都是一些 试心风买的 那个NARS的眼影了 双色眼影 都没怎么用 然后一个Canmake 他们家的这个 眼影 也是试心风买的 然后是一个 Smashbox 他们家修容 然后给你们打开 看一下Smashbox 这个修容 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我之前 没有就是 Canvan Kwon 这个修容的时候 就只有一盘 Smashbox 这个修容 我也很喜欢 这个颜色 特别特别适合 亚洲人 这种偏灰的 这种修容 特别喜欢 之前我就是用 这一盘修容的 然后呢 我最后呢 又买了一个 Canvan Kwon 他们家修容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更喜欢 这个超好看 特别推荐 又评价又好用的 现在呢 这一片已经说完了 我们就移到 这一片来说吧 这一片的东西 就有点小多吧 首先有一个 这个托盘 是放手机的 平时化妆的时候呀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托盘 去看一下这个电视 然后这个是我妈 给我买的 我觉得我妈 有的时候给我买的东西 都挺鸡肋的 然后这个东西 特别特别好 特别实用 好 然后呢 是两个这个小杯子 这个杯子就是 我吃那个Costco 他们家买 提拉米苏 剩的这个杯子 我就来装一些东西 我觉得比较节省 然后比较环保吧 然后有一个 这个Beauty Blender 是Joe Fresh 他们家的这个Beauty Blender 要洗啦 然后就是一些 买化妆品送的一些小刷子啦 这些小刷子也就放着 其实也不怎么用 然后呢 就是这一盘 就是我的刷子们了 我的刷子们是不是 特别特别少 身为一个博主来说 因为我的刷子们 我也不需要用什么刷子了 然后我的一些别的刷子呢 就是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了 因为这样比较脏灰嘛 我就把我平常 天天会用的刷子 就放在这个里面 就有这个Dior的这个 粉饼刷 对 然后还买的这个 Oh Elf他们家刷子 特别好用 我用的修容刷和这个 高光纱都是Elf他们家 我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Mac他们家修容刷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Real Techniques 对 Real Techniques他们家的刷子 然后这个是Mac的 然后巴拉巴拉 然后这些刷子 就是我平常用的 所有刷具们呢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好像我刚刚有说 就是一个贝德马 他们家的这个卸妆的 这个东西我超级不推荐 就是像这样的 泵头的 我特别特别不推荐 就是每次挤一挤的时候 可以挤得跟喷泉一样 挤的所有花样品上面 全是它这个水 所以说不要买这种 就买直接那种 可以倒的会比较安全 然后这个就 这个泵头的 我再也不会买了 好 把它们都还原 哦 还有一个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好用 这个刷子 这个牙刷形状的 这种刷子 刷粉底特别特别好用 是一区house 但是我准备去买一个大的 因为这个太小了 就是刷不够 就刷的不方便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一些镜子了 这个是一个 可以亮灯的镜子 化妆起来比较方便嘛 然后放这边 免得它反射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无印良品他们家买的 这个装 这是什么来着 这个是装黑棉签的 就装棉签的 我一般呢 棉签喜欢用黑棉签 因为黑棉签 就是耳屎呀 什么粉刺呀 你们都会看得比较清楚 要是白棉签 就看得不是很清楚嘛 如果你也想看到 你的那些脏东西出来的话 我借你们去买黑棉签 然后就是这个黑棉签 接下来呢 就说这一盘的东西了 这一盘的东西 就是我主要化妆的一些东西 就像是我的底妆们呀 都在这边 然后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然后还有这些 这些是一些 小笔呀 小工具 什么眼线笔呀 遮瑕的呀 然后 这个是卧蚕笔呀 去睫毛膏的呀 然后这个是 NAS他们家的这个 这是遮瑕 对 然后一些乱七八糟 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Eat Cosmetic 他们家的这个 Bye Bye Redness 这个东西 都在这边 这就是我 日常会用的一些粉底液 就是给你们说一下吧 还是 有MAC的 有这个Physicians Formula的 有美宝莲的 Fit Me 然后有YSL的 然后是 这个 蓝蔻的 然后Dior的 然后Bobby Brown的 这些 粉底液 然后这边都是primer 有这个反孔精英呀 然后Tuface的primer呀 然后还有一个CPB的primer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隔离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不一一说了 然后这个底下 我就只有一支 气垫BB 我就放在那个这里 就是有的时候 出去挤呀 或者是去个超市 就只用 用气垫BB 就是这个气垫BB 赫拉他们家 气垫BB超级好用 推荐你们去买 就有两个 这个遮瑕膏 都是NAS 他们家的 特别特别喜欢用 还有一个呢 是IPSA 他们家的这个修容 而不是修容 这个也是遮瑕啦 好 还有一个是这个 BECCA他们家的 这个 这个是 去黑眼圈 就提亮了 眼部提亮了 我觉得挺鸡肋的 我不太喜欢用 好 咱们现在呢 就转站这边 然后这边呢 就是这些 就都是我的唇膏们了 就是算是我 比较多的东西吧 就是我别的东西 比较少 但是唇膏比较多 因为我比较喜欢用 就是 比较喜欢收藏唇膏吧 就是 我喜欢把那个唇膏 尽量的以品牌 就是 去归纳嘛 像这边都是 MIC他们家唇膏 然后这边有Dior啊 YSL 就是一般都是归类 然后那边就是 Armani啊 香奈儿啊 然后Dior的唇膏 就这样归类 我觉得会比较好 然后最里面那一坨呢 就是我打入冷宫的 一些 唇膏 有可能他们就会被我丢掉了 就是这些香奈儿的丝绒系列的一些其他颜色 我超级不喜欢 除了这一只 58号就是在前面以外 这些后面都是被我打入冷宫的 就最后一排 不喜欢 好 接下来呢 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蛮俗气的这种粉红色的花 当时也是小时候买的 就觉得它蛮好看 但我现在觉得它有点太粉红色了 应该再淡一点就好看了 然后这有一张小猫的图片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小猫咪的人 所以说我就放一个小猫咪的图片 然后这样的话 每次化妆看见小猫咪 我就特别特别高兴 好 接下来呢 这边就是我的早上会护肤的一些东西了 也是简要跟你们说一说吧 就是有这个水 这个是这个牌子的水 但是我里面装的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水 所以说就是拿一个废物利用吧 然后还有一个Sandy Ray 他们家这个CEO这个Saron 这个Saron特别特别好用 就是一股橘子味道 然后它有维他命C 就是用的蛮安心的 然后是美白的 然后一个Dior的卸妆的 然后这边是假睫毛 还有一个很很那个鸡肋的东西 这个Beauty Blender 然后它也可以擦那个粉底 也可以擦面霜 这个东西巨难用 当时就是看它一个小爱心的形状 然后它是塑料那种Beauty Blender 我买的 最后根本推不开粉 这个东西巨难用 就放着闲置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Medico 他们家的这个防晒喷雾 特别好用 然后是兰蔻的这个 微整形精华 然后是Innisfree 他们家的这个 前导吧 这个是肌底液 对 这个快用完了 争取把它们全部用完 然后这个是一个Smashbox的定妆喷雾 也放这里面 因为都是罐装 然后兰妹他们家的这个水 然后这个是健康水 陈野医生的水 好 这就是水们了 然后呢 这边呢放了一个小碗 这个碗里面呢 装的就都是一些定妆的东西了 这不是全部定妆的 定妆还有的 就是分散在我各个包包里面 就是一些定妆的一大饼呀 这个日本的这个 Baby的这个 定妆粉也特别特别好用 出去旅行我都会带这一支 然后季凡西的这个粉 Canmake这个粉 就是一些散粉们 我都放在这个小碗里面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收集的一些小口红啦 这个是眼影打底 然后这个是一个唇膏 然后这个是NAS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颜色 我特别特别喜欢 但是比较适合 特别冷的时候啊 现在不太适合了 全放的就是这个 Revalon他们家这个 唇釉 我就是很喜欢这个系列 我就把它们几乎都收了 喜欢的颜色 一共收了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六支 七支 对一共收了七支 特别特别喜欢 我就放在一个这样的小杯子里面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的一些面霜什么啦 这个是这个兜乳去痘痘的 去痘印的 然后一个李福全 他们家这个已经快用完了 你们看见没 这个超好用 就是用着很安心的一个面霜 然后一个玻尿酸原液 这个是一个眼霜 然后一个innisfree 他们家这个大豆这个小样 然后Believe他们家小样 还有一些这些棉签 这些棉签呢 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化妆化错的话 它是湿的棉签嘛 就会用一下这些 然后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马油 也是很早很早之前买的 有的时候皮肤特别特别干燥的时候 用这个特别有效果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 也是一些唇膏笔和睫毛高门了 我就放在这个小鼻桶里面 然后出现了一个 这个Sephora 他们家这个洗刷具的 好 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这一片东西了 这一片东西 就是一些 这也是睫毛膏 所有的睫毛膏 都放在这里归类 然后放不 放不了的呢 就放这个桶子里 这个桶子里 一共有三只睫毛膏 好 然后我的两个防晒 一个CPB的防晒 还有一个这个超大用 我感觉永远都用不完它 这个是innisfree的防晒 是我老妈给我买的 然后一个去黑头的 这个针 就是去黑头挑粉刺的 这些东西 然后放这边 然后这就是我的睫毛夹门 就是之前给你们做过分享嘛 就是一些睫毛夹门 好 这个盒子 我先放这边买 顺便今天呢 我可以擦一擦 我的桌子们了 好 这个里面装的是一个 New Face的那个仪器 然后这边装的是 我的早安面膜 这个面膜超好用 如果你没有用过 一定要去买一包 试一试 特别特别好用 很幸福的感觉 因为我很喜欢早上冰冰凉凉的东西在我脸上 我觉得瞬间就清醒了 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 然后我觉得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就是一些纸膜 就是平时那个不稳定的时候 皮肤特别特别不稳定的时候 就敷一些纸膜 然后就做那个健康水 好 接下来是一个口罩 然后是一个这个Rifa的这个仪器 这个仪器是我的一个闺蜜送给我的 然后也特别特别喜欢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卸妆棉 不对 这个是湿敷的 对 这个是湿敷的 可以分成五片的 这个湿敷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JOMALON的盒子 好像里面啥都没有了 我里面一般装的都是这些仪器 就是我想把它装起来 在不用的时候 然后这个里面 现在差不多是空的 应该没什么东西 然后就一个餐饮纸 这就是我花容台的所有东西啦 然后都给你们分享完了 希望你们喜欢看今天的影片啦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